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9月已来到27.9度 10月份又下滑到24.2度 小看两三度的温差 有可能造成咳嗽 流鼻水等呼吸道疾病 如果长期熬夜或是睡眠不足 小心秋咳可能找上你 提到这个咳嗽 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它都是秋天 每次大家都常讲秋咳秋咳 它为什么容易秋天来 秋天地面上气温变化的时候 我们这个上呼吸道这个温度的反应会有一个敏感 那第二个就是容易过敏 那最重要就是秋天开始 是病毒开始泛滥的时候 因为比如夏天很少这些病毒来 他们都在换季的时候 特别是寒流一来 它这个病毒就来了 中医是讲说秋天刚好跟肺是相对应的 那中医的肺就整个呼吸道 因为你的鼻咽喉气管支气管道肺 都是中医所谓的一个肺 所以刚好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了 那有些病因进来了 又变干了 又变凉了 所以这个时候会变得容易咳的时候 它是属于皂咳 我们会发觉闷着的病因真的很好玩 它进入 它在夏天它可能是湿热咳 可是一进入秋天 皂咳的人好像真的比较多 比较多 对 就是比较干燥型的 所以变成秋天我们要温暖身体 但是也要滋润 对 就是说请大家说 虽然要吃温暖的东西不要喝冰水 但是一些凉润的食物 蔬菜 水果 蔬菜只要煮过 炒过 炭过 它对身体就非常的好 所以也不能大于大漏 那其实像这一种咳嗽的原因很多 那有一些人他是咳 他觉得喉咙很痒 一定就会咳嗽 咳出来吗 还是说我可以去抑制它 它总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我可以阻止它吗 大概不太容易 因为这是一个反射 他们痒的时候 异物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脑神经是第十队 第九队 要保护你的喉咙 只要以东西来 它就要跟你咳出来 因为不然你呛到肺里面 它会生气感染 所以基本上你没办法去预防它 因为这是一个直接的反射 所以很难去预防它 就有点像我们打喷嚏一样 痒就会很自质 我是有些临床上的病人 小朋友他们是鼻涕倒流 他有时候想咳 他又咳不出来 或者是他有时候他可以咳出来 他不咳 就他就把它吞下去 那我就会跟这个小朋友讲说 你的胃里面都是鼻涕 那你就吓死了 他就吓死了 我说那你难怪你都胃口不好 会消耗不良 会脏气 所以我会鼓励他们说 你咳得出来就咳 不想咳就把它吞下去 那有的人 他好像不太会咳 他就倒流 他就是会吞下去 但是有时候我们根据这个 痰的颜色 也可以分辨说你的感冒是快好了 还是处在一个还是很严重的状态 主任 一般来讲感冒造成的这个痰都比较轻 但是如果有黄痰 大概是有发炎的现象 黄痰或是绿色的 对绿色的 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在医院会做给你细菌培养 不但一般在细菌培养 人的肺结合的培养都给你培养 所以只要黄痰大概都要吃一些抗生素之类的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特别要肺部这方面要检查一下 当然有些黄痰是鼻涕倒流鼻痘炎 它掉到喉咙去也会有黄黄的 所以只要有黄色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一个 比较是比较不好的一个讯号 应该要积极的治疗 西医叫做发炎 中医叫做热 就是说你只要是痰是黄色 就是上火 就是热 那如果是白色的就是比较寒比较湿 那时候有病人就说 我本来是白色的痰 它会变黄的是比较好 说不是哦不是哦 你可能刚开始只是 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但是病毒入侵 然后后来细菌让你发炎了 我说那不是比较好哦 反而赶快要去就医了 对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台湾同胞很喜欢自己补 没错 感冒得好虚哦 我来补个姜母压 麻辣锅 就补了就完了 为什么 你现在身上有细菌的时候 有病毒的时候你去补 请问你补到谁 细菌 会补到细菌 而且我们的血液它可能会更扩张 那你的发炎可能会更上火 细菌也喜欢吃姜母压 对对 很喜欢 细菌也帮他壮大了起来 不只姜母压 细菌也喜欢吃人参 黄奇 人参也不能乱吃 就是让它很好的培养肌这样吃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搞不清楚 我觉得所有的中药你都不要吃 像我们之前也有写过临床的案例 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可能有一点好像咳嗽 然后他就觉得抵抗力不好 他就吃这个吃补进退 结果吃完之后整个喉咙收起来 对 它就完全都没有声音 这种临床个案应该也很常见 有 有吃姜母压 突然吃这个声音就没了 就失声了 粘膜就整起来 所以名不读的时候隔天起来 你就常常会觉得喉咙有痰 或是想要咳嗽这种情况 这个也是属于 我抵抗力比较不好吗 还是说已经有一点点可能是 快要感冒的一个前兆 你晚上比如早上起来 我就口干想咳 通常是可能是上呼吸到 不是那么通畅 比如你会鼻塞 甚至有的人会打呼 因为打呼他们都是用在嘴巴在呼吸 因为你鼻子没有办法滋润空 就会干燥 那第二个你可能是有点鼻涕倒流 当然不会倒 不一定倒这个鼻润炎这么严重 但是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黏液 去清去滋润你的喉咙 但是它变干燥了 它就变成勾勾的 你就会觉得喉咙痒痒的 第三个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人 大概七成八成人 都有十道逆流的现象 对 所以你多太低的时候 这个胃酸会跑上来 所以它有时候半夜都会咳醒 这是几个常见的症状 所以任何咳嗽 不要忽略你的胃的问题 对 它常常是让你 导致你一些小毛病一直拖累 长期不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凶 因为胃酸是现代人 非常流行的一个职业上的毛病 所以照主任这样讲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会觉得喉咙特别的痒 是因为可能胃酸上来 对 胃酸跑上来 胃酸上来 对 这个胃酸我们诊病人 像刚刚主任你说你十个有八个 对 他十个有九个 他可能不是因为来看胃酸的问题 但是我会给他们勾出诊的人 那会发觉说很多人 我现在有很多专家在建议大家说 早上起来空腹 可能就先喝一杯水 可是我发觉我这些胃酸的病人 他们有的人喝两年 三年 十年的 温贵哥喝三十年的 他们胃就都不好了 我会建议说这个习惯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我请他们说 我们其实我们是吃三餐 三餐嘛 不是去喝 应该是先吃 吃饱了以后早午饭后多喝水 像我们这种 我五年级班的 没有晚上再喝多水 晚上半夜定期来上测试 所以我说你们把它换过来 我们都要多喝水 但是不要早上空腹就喝一杯水 因为一杯水 胃酸也起来了 然后消化不良 又稀释胃酸 他们一改过来 他们的胃酸少 那早上起来就比较不会咳嗽 刚提到 如果喉咙在发炎的状态之下 他可能就容易咳嗽这种情况 那如果他发炎 我可不可以吃冰 吃冰淇淋 把他压下来 你看他热的 我用冷的 这样子有效吗 这个冰的东西 因为刚刚测试很舒服 因为他血管会收缩 那基本上我们在发炎的时候 需要这个血管里面的一些 这些抗发炎的因子 来改善他的发炎的状况 所以我们基本上 是不太建议吃冰的 所以这个原理 是不是有点像火 然后我拿一个冰水 把它浇湿掉 我非常赞成主任的说法 因为其实有很多气喘的冰人 他们虽然是在热喘 比如中文讲这个人如果气喘 然后他又是弹是黄色的 又发烧 那中文讲是一个热喘 那可是有的时候某些西医师 好像说你走那么远都吃一点冰 结果他一次就更喘 因为中文来讲冷缩热胀 冰就会让你所有的脂气管 所有的血管都会松松起来 那不仅说我们自己的抵抗力出不来 那中文来讲 他就是一个寒性的一个病因入侵了 那你就咳啊喘一定不会好 所以我们中文是在开药 我们也是会有一点药是温暖的 让整个脂气管不要收缩起来 那部分的药就是帮你清热退火 抗菌 所以才会说有的时候 还是要找我们医生开厨房 才比较安全 那我自己在冬天如果只有咳嗽 我都会弄个微薄 睡觉 让这个肤子比较暖一点 那这边的血管会比较好 比较受寒 对 比较受寒 跟那个吃冰应该都有一起同工的 对 在本草钢墓他有一句话 他说可能古人也很爱偷吃冰 对 他说下属剩下十冰 然后因与气候相反 冰很寒 然后气候很热 那他也很寒 他沉孔入腹 冷热相激 那这个句话最恐怖了 确致诸疾 任何情况疾病都有可能来这边 这句话可不可怕 蛮可怕的 还要进去吃吗 大腥的旁边呢 这个穴道就叫做吃折穴 如果说你不晓得你是寒咳 热咳 湿咳 反正我们就是这个穴道 你按下去呢 我们身体的大脑彼此 它会做一个调整 我们下一个人都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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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说要都是雷鲁 顺略 你可以 影片 感谢观看